艺术创作元素相当多元 像是树皮也能当作摄影的创作素材 摄影师柯学修最近在台中风源高中展出的创作 透过拍摄树皮后再进入电脑数位后置处理 呈现出脸谱或者生物形状 让学校美术班的学生大为惊艳 才发现原来玩摄影也有多种的无限可能 在作品前导览创作理念和风格 他是摄影师柯学修 通过拍摄树皮并且进入电脑数位后置处理 让树皮出现了各种形状呈现无限可能 所以说我这个画面想要呈现比较一个深层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们台湾人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山林 维护我们的环境 如果不去想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只剩下这一块绿色而已 这次展览是分为《自在深水》跟《异界》两大系列作品 摆脱摄影即时风格以示威化方式来传达意境 并且考验观赏者的想象空间 通常我们要做这种东西 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只能用画的画出来 可是学长就是拍一张照片 然后他可以从照片里面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一种很创新的手法 就是这些树木 然后就是可以拍出树木 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用这样照片来呈现 它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 可是又可以变成就是 就如此的特别 它看起来就不像一棵树 就是你可以从它的画面里头看到不同很多很多的面 这次展出总共有32幅 然后分两个系列 一个是要做异界这个系列 是以树皮为主 为主要的素材 那这个系列有20幅 那另外还有就是像你们这边现在看到的 就是三水系列 那三水系列是以旧的建筑物的墙面为主 这次展出跟风源高中结合 一方面是增加英文气息 另一方面更透过展览形式 还教导美术班学生在摄影领域 只要用心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创意跟可能 记者李将台中采访不到